OK好 沒關係 但是這個時間 要有任何問題隨時歡迎你們 你可以先跟同學討論 記得 我請你們先跟同學討論 不是怕你們來問問題 是為什麼 我希望你們有習慣討論 討論問題的經驗 你們因為A習慣B時間討論 會學得很快 那真的有問題 兩個都不懂 就兩個去再來討論 好 那你會很快的去習慣的討論 請坐 請坐 不然你這樣 你到底這麼差一點是什麼意思啊 你要跟我說什麼 是重背筒 OK Sorry 看錯了 好 來 記不記得 我們上禮拜結束在什麼時候 生 生啊 立了 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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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不是立的平衡 立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立是什麼東西 記得嗎 立是一種能量的媒介 好 轉移能量的媒介 沒有錯 立是轉移能量的媒介 然後立的表現是什麼 他真的有受到的力 你們看到什麼是這樣子 立的 所以剛剛發動在心裡 水有移動 你覺得水有沒有受力 有 來 做一次吃吧 沒有水啊 用完了 他喝完了 你看 有有有有有水 水 從杯子裡面移動到他嘴巴 那水有沒有受力 有 有受力嘛 所以你看 任何東西像大家喝水 水流進去了 那水有沒有受力 有有有受力 任何人現在在移動 譬如看他 頭髮拉起來 怎麼受力 頭髮拉起來 有 所以簡單來講一下 看來個東西 有在移動 好像就有受力了 事實上有時候沒有受力 但是 可以看他移動 第一個判斷的標準 第二個呢 有沒有受力來看 看他什麼 變形 變形 我們就拿來用 尤其在測量力的時候 就用到變形 比如說 我們今天有做實驗 我們要做一定的禮貫嗎 不是啦 是啦 禮貫是上上一次了 上禮貫是有什麼實驗 我現在把實驗系統好 再大概上回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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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然還嗎 我們有一個彈簧 對不對 對啊對啊 我們有一個彈簧 我們把把碼關在彈簧的下方 然後就開始拉了 OK 那這個把碼之後是DCD對不對 所以地心一直拉着它 所以地心一直拉着这个 这个法码的时候呢 法码就对这个腾环有一个拉力 是不是随着拉力 这个腾环你们在做什么变形 变长啊 它一直变长 而且我们观看来的现象是 这个变长的长度 跟什么有关 跟重量有关 跟重量有关 挂的越多 看来就越长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变形 所以在量力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量 体重心 假設没有体重心呢 这个什么 你从这上面观察什么来量它做量 用长度 用长度来量 对 记不记得哦 那就画个图 好了 我们假設只管伸长料 所以你开始挂一个法码的时候呢 它有伸长量一点点 挂两个法码的时候 然后它增长量再多一点点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 挂三个法码 应该有一个落在这边 对不对 挂四个法码落在这边 好 假设有一天 我说它增长量在这里 你是不是可以猜多 它的重量大概是这么多 是不是 那这么多大概多少 假设这是10克 这是20克 30克 15克 大概多少 15克吗 15克 不能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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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讲15.0吗 考虑 最小刻画是多少 10 10 我给它估计值 估计值是哪一个 5 估计值值5 对吧 最小是10 估计值值5 好 所以你能讲15 我讲16都可以 对吧 14 只是有可能 但是估计值都不管 18 你讲18也没有关系哦 对不对 估计值有没有说错的 没有啊 就是眼鞋了 我看不到 这18 有些写18 对不对 可以 没有关系 所以 再估计值半分 可是我讲21可不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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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放上去 在这两个界线当中 你怎么可能讲21 已经是 大概10 大概20 对吧 好 可以讲17 14 16 15 18 都可以 OK 所以这种 所以可以从 变形的量 就是变形的量 是长度 我加个DELTA 什么意思 DELTA 不是DELTA DELTA DEL DEL 消化的就是什么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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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就是变化 一个变化量 这是数学上的定义 看如果变化量 它的代号就是DELTA DELTA 那DELTA的英文 希腊字的意思是 三角形的意思 要讲 DELTA 你说啥 不要吓我 不要吓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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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物体受力 除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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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变形 它要怎么 第三个 蛤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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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力还有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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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这个是很简单 看起来这个东西 有变形吗? 变形的移动就像这一次对不对? 对啊 其实呢 叶格在轮上没有移动 所以移动是它会感应位置 那变形的话是它整个形状改变 像一颗球 我把它捏扁了 它就是 形状改变 它没有移动 捏了它变形了 好 那手力的第三个 手力的第一个是做 手力的第一个是要做 重大 重大 想要看看你们这么多时间 不是在做很多用力的动作吗 这样捏 它能够变形 如果它捏优利一点呢你会怎么样 变形这样做 变形这样做 再用力一点呢 斷掉 斷掉 所以斷掉什麼 不會斷掉 會斷掉 不會斷掉 不會斷掉 我會斷掉 來 小心 來 這邊 我會斷掉 借我一張子 好 這張子 你看 我開始用力 這脫髮 有沒有變形 有沒有變形 有 有變形 把骨變長 有 後再用力一點呢 我就破壞了 浪費 還可以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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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我看 所以你看 我們三個受力的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有 改變的運動狀態 第二個是 它的形變 第三個是破壞 但是你可以用破壞的程度 來決定它的力量大成嗎 可以 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容易這樣做 但是這樣就可以了 曾經有個實驗叫做 硬度 在測硬度 硬度 硬度怎麼測 比較簡單的就是拿兩個石頭 磨一磨 然後這個石頭表面沒有變形 這個石頭表面已經有刻痕了 哪個石頭比較硬 那不要 特別這個石頭比較硬對不對 比較硬的石頭可以在那裡 軟的石頭刻出形狀吧 你從三樓丟石頭出來 那搞不好 兩個方法都破壞 你怎麼知道誰比較硬 他就畫二樓 沒錯 好 那也是個方法 那還有什麼方法 你說 第一個方法是 A石頭 B石頭 兩股要摩一下 如果A石頭沒有變 上面沒有刻痕 B石頭上面出現刻痕 哪一個比較硬 要不要做強勁 我就這樣 因為它會彩線比較粉 對啊 對啊 你說什麼 對啊 你會磨出粉 所以硬的上面就有 它會彩線掉 硬的上面就有粉 OK 你講的痕跡是 它的屑屑 類似粉筆在這邊畫 請問粉筆比較硬 它比較硬 黑板 黑板比較硬 但是我講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講是刻痕 刻痕 就是你把那些屑屑磨掉的時候 都沒有刻痕 請問我剛剛那一磨湯 這筆上面有刻痕 有 減少這個刻痕 減少這個刻痕 這個減少這個刻痕 你看 我現在拿瓶的這一面 是光華麵有沒有 我給你畫一下 這邊有刻痕啊 是不是 可是上面有沒有刻痕 沒有 簡單你把那些屑屑弄掉 沒有刻痕 對不對 搞話是誰比較硬 有可能 但是就明顯來看的話 這有刻痕 這沒有刻痕 對吧 這很明顯看得到 分泌脆弱 分泌脆弱 那有聽過的做法是怎麼做 你知道嗎 我就用一個球 很硬很硬的球 我們知道它非常非常硬 這是球嗎 就是 就是那個試管 那實驗的那個 就是球 這是機器 機器 上面壓了一個球 然後這機器我們要壓壓壓壓壓 壓到上面 就是基礎上面 通常都硬都要測基礎 一壓的時候呢 就開始變形 變形到它 你如果輕輕壓一下它回來 它就變形回來回來 那叫做彈性變形 可是如果壓 放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起來 它就會被破壞了 它就凹一直動 那我用的力度很像大 越硬的越容易變形 越容易變形 越容易變形 越容易 越硬的越容易變形 還是重量變形 不容易變形 不容易變形 我說這個 這個一定很硬 這個超級超級 它不變形的 用一個很硬很硬的東西 就是金鋼石啊 或者是鑽石 柔石器啊 所以它會被壓出形狀 所以用的力每次都一樣 我去看 這個變形量 來決定它的硬度 可是反而找路來看的話呢 假設這個力量是不一樣 這個金屬材質固定的話 我就可以看 變形量來決定這個路 力量會多大 懂意思嗎 力量越大 變形量越大 假設這個材質沒有變 這個金屬材質沒有變 我壓的力越大 事實上變形量越多 這是我們在測那個子彈的時候 測子彈的時候 有一種叫做射壓彈 它就放在子彈的槍管上面 你子彈打進去的時候呢 裡面有壓力 那它看那子彈縮短多少 甚至被破壞多少 我縮短越多 表示裡面的壓力很大 我縮短一點點 表示裡面的壓力很小 那是一次 測完那個就要丟掉 拿一量量 量一量之後呢 就丟掉了 所以它可以從破壞的皮膚 來量力的大小 可是平常日常的時候 怎麼容易做 不容易 不容易 你說我的體重多少 很簡單 就把一顆雞蛋 一踩上去破了 你是80顆雞蛋 它是70顆雞蛋 這樣怎麼準 其實也蠻準的 沒有吧 你看一顆雞蛋 你上面要壓破它 它有平均力量 以後放80顆雞蛋 你放著板 踩上去 這80顆雞蛋才來破 跟放70顆雞蛋 70顆雞蛋才來破 你可以看出兩個重量不一樣 但是 但是每次設計師要破壞一堆雞蛋 這樣怎麼可能 我不划算 沒有錯 聽我剛剛講一個重點 你要從第一個開始 你一個雞蛋試一次一個重量 兩個雞蛋試破一次 第二個重量 三個雞蛋有一個重量 四個雞蛋有一個重量 你當你把這個標準測出來之後呢 你才可以用雞蛋去測重量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沒有這個標準之前 你可以測重量嗎 很難啊 所以破壞也可以 但是破壞通常 因為你破壞有 所以你每次不斷地要重複 重複再做是不容易 好了 那另外一段方 你剛剛講 三個東西 移動變形的重量 跟破壞對不對 那變形呢 假如剛做的時間有 10克幫忙 20克幫忙 30克幫忙 40克幫忙 可是有東西測重器啊 發現喔 我的變形量在這裡 那幾克 那 10克 10克 各位特略看 各位特略看 10克 好 可以特略看嗎 好 再來又10克 這樣怎麼 可不可以 同不同意 同意 這麼回事同意啊 同不同意 估計就隨便的來 這樣子齁 讓他們試一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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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糖嗎 對不對 然後你要超過的齁 可以怎麼樣 你幹嘛怎麼樣 那不會中的 雙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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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拿出來 先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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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子 把月還拿回來 那 先拿回去 還放幾個 就一直放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放風喔 這個就變起來 有变形啊 反正有变形啊 哦 没关系啊 好 那我先把他拿起来 他要回到云南位置对 那我先把他放在这边 来 继续过 他不会回来 大部分讲那个重点 我们还在挂 现在挂第一个 二 四 六 八 九 二十颗 第一十二颗 二 四 六 八 第一十二 二十三颗 十三颗 好 我先把他拿起来 太好回来 太厉害了 继续过 我先把他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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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回来 第二个发发去 嘿嘿嘿嘿 好坏喔 好 我先把他拿起来 你把他拿起来 他拿起来 我先把他拿起来 好 再拿起来 好 好 你挂得这么多了 我再挂 我觉得他还会 他就不会走 真的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会 这个一颗 那个一颗 好 OK 先这样好 我觉得还会 会 就腸毛可以跑了 用手啦 好 停 好壞喔 就差一點點 好 所以你看喔 腸毛變成這樣子 可是在哪一顆會變成這樣 你不知道 所以你能知道是在第四顆的時候 第五顆會變成 都試試看 可是我們這實驗有沒有做完 沒有 這實驗沒有做完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猜說 它應該才會等量列型喔 懂我意思嗎 它應該要等量列型不一定喔 它到後期 它就越來越不會等量列型 所以彈簧會有一個它徹底的辦法 這個徹底的辦法不一定像你實驗的辦法 想你實驗沒有做完呢 你就不能說我去往外拆 它後面有幾顆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去彈簧 我測到這麼多 我是不可以測 它可能大概是 大概是100克 可不可以這樣測 就不準喔 因為這個實驗只有做到40克而已 對不對 40克一塊都不準 懂意思嗎 ok 好 所以呢 這是D的概念喔 D的測量是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來講 收力會產生移動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好可憐的 喂 它拿完這個用得很好 因為它壓過去嗎 壓過去了 壓過去了 是嗎 好 這個台灣人製作 它需要經過一個熱處理 它在做的時候 它是先把它捲好之後 然後去做熱處理 然後去做熱處理 那順便讓它定型 定型之後它會比較彈性 好 謝謝 但是不用這樣放 你現在放都沒在這邊講話 好 所以 我們假設齁 我這個物體放在桌上 上面 這個通常就是表示說 這是一個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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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它施力 我施一個力 一個F1 F5 一個Force 我施給它一個力的桌底 就是這樣 假設這個摩擦力很小的話 就是會移動 對 對 會開始移動 那我如果想要它移動的話怎麼辦 那我如果想要它移動的話怎麼辦 真假摩擦力 紅外邊推 好 紅外邊推 好 好 我如果覺得第一摩一樣大小的話 會怎麼樣 不會錯 會變形 對 沒有錯會變形 但是我們考慮 假設這個時候物體都先 因為 事實上考慮變形這個事情是蠻難的 所以我們先在國中高中 基本上是考慮變形 我們都認為這東西叫做鋼性 這是鋼性 這是鋼性材料 鋼性材料 鋼性材料是不變形的 不硬的 好 怎麼樣 好 這是鋼性材料 鋼性材料 鋼性材料在英文叫Ris Bali 很硬它不會變形 Ris 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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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變形 它不會變形的情況之下 當兩邊都有受力的話 它會不會移動 它會不會移動 就不會移動 不平衡 所以就叫利平衡 所以利的平衡 我們有感覺嗎 沒有 沒有 沒感覺 利的平衡一直是說 當你有一邊受力的時候 你要讓它利平衡 就要怎麼樣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要改一個利 它就能夠利平衡 CG哥有 推來推去 對 推來推去 那你說 你剛剛講話 BG你投我 就剛好想到 想到CG哥 OK 對 你們往後有一次 所以我們從哪來講 為什麼會跑到平衡 因為有時候我們需要一個東西 受力能夠平均 能夠知道 那你要BG能夠算出來 他說你測量出來了 這個物體在受力不定 它的BG受力不定 所以你 這個你的大腳不一樣 那你怎麼拉平衡 假的我希望不要動 要怎麼辦 另外一邊 這邊可以使用一個利 就好了嗎 右供利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使用一個利 這邊把它夾緊就可以了 把他夾緊 所以現在先把它夾緊 右邊就不要試另一個 可是你要夾緊 事實上 你的夾具也在抽一個 夾緊的意味 就是你的夾具在用力 對啊 對啊 對 假的這是板他 我這邊四個力 他就移動了 那我把它夾緊了 雖然移不動 可是夾緊的時候 夾子要不要動力 不要 你看看我推黑板 我推黑板之後我沒有移動 我沒有辦法推動黑板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動 因為黑板就這麼硬 我推著他 他就不會變形 他當然不會移動 但是這個牆壁有沒有受害的力 就像夾力一樣 我推的時候 夾力是讓 同時先給這個分屁 這板他也有力 所以這力是有的 所以夾那麼有夾力的情況是這樣 你希望他不要動 是不是 上面要給他一樣大的力 左邊 右邊要給他一個左邊一樣大的力 他就平衡了 就是這樣 有這種平衡 你一直要給兩個力會不會很麻煩 你們想像一下 假設我只要給他一個力就能平衡 這個力要給他哪裡 猜猜猜猜 我平衡用別長的力量 想要給他兩個力 他是給兩個力嗎 寫字嗎 寫字嗎 寫字非常好 我給寫的力可能把它平衡掉 好 我們來試一下 來 大盆都起作業 好 就是大盆 來 請站 這邊 來 我這樣子 你看 我這樣子 你自己圍了 你以為也會不會弄我 對對對 請站上面 來 那個 俊瑩 俊瑩 我 俊瑩 你在她後面可以嗎 我喊一二三一一 我沒人你流汗 好 那就請 我們一二三一一 一二三 你看 他是往鞋在那邊走了 好 來 俊瑩 來 俊瑩 並沒有 俊瑩 好了 不要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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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夾肉三個一起推他 俊瑩 俊瑩如果是站在這邊 我們一起推他會怎麼樣 一二三 他是不是我跟妳動了 有看到嗎 沒有沒有 好 這也是喔 夾肉 一二三 我們有點順序不一樣 這樣喔 好 那我 定住 好 一二三 他就往鞋面那邊倒對不對 對 可是丁瑩如果要擋住他的話 他站在那邊比較適合 我們兩個一起推他的時候 丁瑩站在那邊比較適合 丁瑩 為了申請決定 你表哥壞掉了 有可能嗎 好 OK 來 一二三 好 我在考慰 基本上我們可以想像喔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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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們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拿過繩子 拿過繩子 他跑不沒有 一條繩子 繫的繩子 繩子 繩子 對 那你如果是繩子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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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子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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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子繩子繩子 繩子繩子繩子 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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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 就是往前跑 例如說這個人我們從上面看 喔~~~~~ 上面看 在他坐著 在他耳朵 從他的頭上看 這是他肩膀 然後我現在比較想看到他手就是 挖得不好 這種 怎麼挖 挖得 挖得 好 好,給安妮問 他這個手上拉一條繩子 他往這邊跑的時候呢 往這邊跑的時候 伸手往後推 對 那如果風夠大的時候 風是這樣吹過去 風這樣吹過去 風這樣吹過去 往前跑 這繩子可能會這樣子 就很痛 會很落落的往前 對 那如果說 如果說風是往那邊吹 風往那邊吹的話 聲音會怎麼樣 聲音會慢慢斜過來對不對 對 就這樣子 有這個經驗嗎 對啊 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 沒有這個經驗 今天有時候看那個 火車 火車如果以前的珍珠 我真的像電影的車有這樣 我們在 這個情況 這個步步 這個煙子往後飄 對 然後因為車是往後面 可是如果有一陣大風吹 側風在吹的話 你看煙子飄出來 就是往側面跑掉了 對啊 斜後方 是這樣斜後方跑掉了 好的 那你可以說其實是兩個力的合成 兩個力 第一個力呢 是封的力 第二個是它移動的力 跟兩個力的合成的時候 它要形成斜的方向 最像是這兩個力的合成 它是斜方向的力 你可以想像說 這兩個力同時做上一個的時候 它實際上就是輕微的斜方向的力 所以我要平衡它 我必須給它那個斜方向的力來平衡它 OK 給大家講 我們要做個小小的斜眼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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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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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要口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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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 沒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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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是 你要說你對話好不好 天啊 您 不要再 倒進 vivo 那我再把它開 好 你好 你好 你在幹嘛 他們在 他們在群團 不要注意 哈哈哈哈 這兩位同學 這樣啊 現在都 現在 一點炒雞就在一起 哈 自己圍喔 你都講話 自己圍有彈力 我還在下面講話 好好好 自己圍有彈力 自己圍有彈力 這些兩個隨便拉都 都會怎麼樣 都會平衡吧 兩個隨便拉都平 拉都平衡嗎 沒有問題 常在看一下喔 他感受 好 你看我這樣要平衡它是不是剛好合了兩邊 對吧 可是我如果說 這兩邊你看我現在想要拉它 跟拉它 我現在成一個角度拉它 我會不會拉它 不行 我沒辦法從這邊拉 就從這邊拉 做什麼 很像嗎 要平衡對不對 那個距離一下 剛上來幫我看 過來過下來 來 你拉著這一邊 拉到紅色 來 不用開用力頭 拉著它就好了 好 你看我這樣就可以平衡它 你後面看不到你 你過來黑板這邊 你要過來黑板這邊啦 你看喔 來 那你看我如果把它的角度變小了 它有什麼感覺 嗯 我再把它變大一個角度 沒有 沒有感覺 你看我這邊的時候 我的 腳部長比較不穩 它比較會晃 晃應該不是問題喔 晃是 我們都 我們在移動過程當中 喔 我在移動過程當中 反而就會有點痛 但是 你仔細看 對沒有錯喔 你看這個長度 跟我這樣的長度 喔 我這個是不是需要長一點 我這次平衡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平衡了 你看 剛剛講過了長度跟什麼有關 跟低的大小有關對不對 所以變形量越大 代表的是力量越大 可是你看我現在兩個 基本上同個方向的時候 我去平衡它 你可以想像一下 黃色的力 跟紅色的力來講的話 黃色的力是多少 一倍 一倍的話那是多少 二 二 兩條黃色深紅的加碼 我都夾著一個力 兩個力 這邊就算兩個力 好超便的喔 好那我先把它張開喔 張開成 假設這邊的角度是 45度好 好 45度在這裡 45度 你們學過 45度的在到幾個邊 好嗎 學問問 45度 嗯 嗯 這樣子 我先放下 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剛剛拍的時候呢 是這樣子 一個圓圈 紅色的力 這邊是白色的力 白色的力 當這個白色的力呢 在這邊剛好對稱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白色的力是黃色力的多少 兩 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倍就可以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同不同意 嗯 有沒有不同意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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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我 我又可怕了呢 你盡量攻擊一下 好 對 假設我現在這個力是這樣的 這個力是這個方向 這個力是這個方向 齁 這個力是這個方向 跟這個力是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個力呢 其實呢 就是由這個方向的力跟這個方向的力 我們可以把每個力分開成一個水軸跟水軸方向 好了 這個方向的力跟這邊方向的力 這個方向的力 跟這個方向的力 跟誰會平衡 跟這個會平衡對不對 所以這次才是二分之一的F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請啊 這邊位是多少 哦 哦 這是四腳 三腳 定理 這是 45度 那為什麼你們這個時候要選必須定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定理是多少 都多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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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度講 我們就這樣一字 一 你這多少 哦 一 二哦 一 好 好 一 二 不是二嗎 二嗎 一 二啦 斜邊擋多少 二啦 意思定理斜邊擋多少 咪 講會 一個二字 加一個二字 然後咧 等二 等二 等二嘛 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看哦 我們是當拉到斜邊這種長度比原來這邊長 因為原來這邊只要二分之一的長度就可以了 可是當你拉到斜邊的時候呢 你就比它原來的長度要長 因為二分之一這邊還是需要側邊嘛 那你會問說 那上下有沒有平衡 上下有沒有平衡 或者上下的力是水平的不是平衡的嗎 水平的是不是平衡的 那上下有沒有平衡 上下靠起來平衡 上下靠起來平衡 上下的力要不要平衡 OK 所以上下這樣會平衡掉嗎 這兩邊是平衡的 所以假設 假設 假設 再去吃完一點 謝謝 是是是 好 拉著 正起來拉了這樣太扁了 所以呢 假設你有沒有想說 我這樣子拉拉 你看我這樣拉 兩邊是不是一樣砸 看得出來嗎 我現在開始拉下面的力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斜掉 會斜掉對不對 那我如果想要讓它變成兩邊都是120度的時候 我要拉到多少 兩邊都是 三邊啊 三個夾子都是120度的時候 我要知道 就拉到跟那個一樣長 跟那個一樣長 對不對 是不是120度呢 你可以往外拉 那因為我們的腳步就跑掉 好那這樣也可以 可能它的橡皮筋 喔 理論上我是跟你一樣 同個角度啦 同個位置 來再拉一個 我這樣 這兩個同個角度 不用太過去了 快一點 同個角度喔 同個高度 所以我這樣拉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就拉到 三條線基本上一樣長的時候 就變成120度平均了 嗯 有看到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120度又怎麼樣 這是一個圓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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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 假設這間隔都是120度的程度的話 我們 上面想不到兩個人的 然後我眼睛的那個 對 120度 這邊 旁邊放個水平線 這邊幾度 這放120度 放得太像 那邊 那邊多少 太高了 太高了 好 再好 這邊才幾度 嗯 六 啊 六歲了 三十度就對了 這邊三十度 是不是 是 蛤 這邊幾度 六十 幾度 六十 為什麼六十 六十 為什麼九十 呃 六十 你是在水平線 差一個數嗎 哦 拿兩種 我們不是用120度嗎 嗯 它是水平線 只要是水平線 水平線的話 這邊幾度 我還 有30度 有30度對不對 有沒有選過30度的3個數 欸 你們有點 我現在看你眼神有點納瞞 哪裡 哪裡 快快咧 你懂了 嗯 啊你不懂了 蛤 30度知道怎麼來了嗎 30度怎麼來 明依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眼睛瞞了 我知道 我眼睛瞞了 30度怎麼來知道嗎 嗯 你不知道 G知道嗎 Dingo知道嗎 Curve 你知道嗎 怎麼來了 你告訴我一下 對 30度 30度 為什麼你算出來 好條 用兩條戲嗎 不是吧 我們這樣不用兩條戲 哪個 不是兩條戲啊 沒有兩條戲 這是用算的嗎 呃 大師說你知道就怪你講 對 知道就講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我們這樣比較容易上課 對啊 對不對 浪費時間 不是 其實這個 孔子說 還是孔子說的東西 知知為知知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為什麼 其實後面那個知是知的意思 知知知知 知知為知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你知道就說知道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就是一個最聰明的做法 為什麼 你不知道的時候呢 你說出來了 別人會告訴你怎麼做 那你就懂了 那我知道就說錯了 什麼知道就錯 如果是知道就錯 你講出來 也有可能說 你這樣其實是錯了 你會被更正 你以為你知道了 你把你的想法講出來了 那知道這件事情是錯的 他就告訴你 其實你這樣想法是錯的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不會對 那你可以判斷嘛 我們學戰哥解釋 很多東西可羅里的下面的判斷 對吧 所以你就可以判斷說 他講的有道理 還是我講的有道理 你就判斷一下 想一下 他就可以越來越考慮 真正的結果 對不對 懂不懂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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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20 加30 那這個想法不太一樣 哪裡 120 120 120 哪裡 180 剛剛哪條線是180 這條線是180 180 OK 180 所以先扣30 390 整個是有一個公平 180 120 120 是你本來就知道 對 120 180 120 180 180 哪個120 你要把三個腳轉一下 你要把三條線 垂平線轉了先就可以 可是我現在只知道 這邊是錘子 你不能說轉一下就轉一下 我只知道這邊是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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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知道這邊是錘子 那我就知道這邊是錘子 這邊是錘子 這邊是120度跟120 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你必須知道是錘子是幾度 90 錘子是90度 對 所以這邊幾度 30 直接是120.9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子 好 不要你轉了 你一轉的時候你可能跑到那個基礎 不見得是對的 好 不要你轉 好 因為我們知道 這邊是錘子 好 來想一下 你們學過30度的三角形沒有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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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那個變成這樣 是 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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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三角形有個特別的比例關係 他是2 1 跟號3 還哭喔 有學過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這個 這個為什麼這麼剛好 我們也不知道 他就這麼剛好 但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這麼剛好 我們大家公布在這裡嗎 1 跟號3 2 這是符合B字定理 算一下 有沒有符合B字定理 有 1的平方 加上跟號3的平方 我們等於2的平方 有沒有 有沒有符合B字定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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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真的 我們 1的平方 加上跟號3的平方 1的平方 加上跟號3的平方 等於多少 4 有沒有等於2的平方 有 有 所以不符合B字定理 符合B字定理 符合 符合 符符符合 有嗎 有 符合 符合 B 有 有 有 你看公主 有 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要證明它是對的 用力學方來證明它是對的 你看喔 你看喔 我這邊是一倍的力的時候 我這兩力是一樣大小 我們剛剛看過的長度是一樣的 力的大小是一樣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做什麼 沒事 那有可能 所以這個力呢 可以在那裡長那個分離對不對 對 這個力呢同樣可以在那裡長的分離 這根力的大小跟這邊的力有什麼關係 這個力跟上面這兩個力有什麼關係 平衡 平衡所以要怎麼樣 所以很射 所以很射 所以這力大概兩個都哪 力是大小 是90 90 這力是F 那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就是二分之一F 所以這力是 對 這就是F 那這力是多大 這是二 一 跟到三 F 那是不是 二分之跟到三 因為這 這個整個變成一半 這是F 這是二 這是二 對不對 所以現在也是 一比 二分之一 一比二分之一 就很好看 很可愛的 有看到嗎 有 有看到嗎 有 真的累了 好 先吃 沒有 很近我耶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